分享个事 这个事呢跟数码和游戏都没什么关系 是关于人生的吧 要知道转折 别纠结 别钻牛脚尖 我有一个抖音号 里面呢出了点问题 有点复杂 我问在线客服前前后后一个多月 大概至少问了十来次 都没有得到结果 我也打电话 网络电话客服都试过了 打过很多次 也都没有结果 每次要沟通很久 但是都没有结果 最后怎么办呢 按照我以往的性格 可能跟他们死磕到底 但是后来我变了 我屈服了 或者叫屈服 或者说拐弯了 我不跟他们弄了 想了一个别的办法解决了 这个事过了 什么事呢 我这个抖音号去年 试用过企业号 开通过这个叫私信自动回复功能 后来呢 我把这个企业号给去掉了 因为要上星图 它和星图好像有点冲突吧 抖音技术那边给操作一下 是星图那个部门给操作一下 才彻底 才可以把星图打开 因为之前那个企业号试用啊 它虽然关闭了 但是没关闭彻底 影响了星图任务 今年年初 企业号正常关闭了 星图正常打开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可是就在某一版的抖音更新当中 在和网友的私信中 它有一个提示 让我试用 或者说 它给我开通了自动回复功能 因为以前的自动回复 是通过第三方接口开的 但是这次这个自动回复 是抖音官方给我的 那我就开了 设置了个 那个DS4 Windows 就是PS5手柄驱动的 那个自动回复 让他们自动加群 因为加群之后 会自动发链接 这样呢 就省着我一个一个 再给他们回了 需要的同学 可以自动获得 他不需要等我 手动再给他发 因为可能要等很久 这样对需要的人 和对我都是有帮助的 这个没问题 但是后来抖音更新了 这个自动回复的功能没了 也不能修改 也不能关闭 也不能开通 后来这个DS4群 我看也没啥用了 我就给关了 但是这个自动回复功能 还是在生效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 因为群不存在了 这个自动回复 还是说让他们加群 但收到这个自动回复的同学 他一看没有群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会问我 我一看我怎么才能给他去掉 我就让客服给他去掉 后来我就找的是抖音的客服 抖音的客服 他跟我说 这是属于企业号功能 他给我推到企业号的客服里面 企业号客服让我去登陆后台 但是我这个号是非企业号 是不能登陆进去的 然后他又给我推到了抖音普通客服这 然后又跟他说一遍 然后抖音的普通客服又给我踢到了企业号客服 然后企业号客服又给我抖音号的客服那 来回来去的踢 最后也没有结果 每次都是说要等24小时 他会给我回复 总之就是这两个方案 但是都行不通 然后第二次再问我再把这个事前后后都说了一遍 最后都是没有结果 没有一个人从头追查到尾 说话都很客气 但是都起不到作用 后来怎么着呢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又把这个群开开了 我现在这个号是非企业号 但是有自动回复功能 而且这个自动回复是我以前设置的 现在不能改也不能删 客服也改不了 好像是个bug 那只能这么着了 那没有别的办法 为了避免尴尬我就把这个群给开开了 这就是我所谓的一个拐弯 另外呢 我还要吐槽一下抖音客服 今天其实本来我不想录这个视频 今天我又问了一个关于抖音客服的事 因为抖音橱窗啊 它以前有一个排序功能 现在去掉了 以前可以置顶 现在不能置顶了 我就问那个客服 客服帮我查了三五分钟 他跟我说 他们取消了这个置顶功能 也就是说你新添加的商品在上面 是不能排序也不能置顶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说这么好的功能 这么有用的功能 你们都给去掉了 你们脑子是怎么想的 他说很抱歉 很抱歉 反正倒挺客气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倒挺客气 而且很花费时间 很耗费精力 这是我对抖音这段时间的客服 反馈的一个认知吧 至少现在我不是很满意 顺便再说说那个 TP-Link的客服啊 今天我也给TP-Link客服打个电话 就是路由器的那个 我问他两个问题 其实我问他一个问题 他很快就帮我解决了 我问他 路由器怎么设置自动重启 他跟我说 那个自动清理 其实就是自动重启 我说那好吧 后来我准备挂电话了 但是他问我 为什么要自动重启 然后我跟他说 你们不是有一个WiFi的 自动定时开启和关闭吗 我跟他说 那个有个bug 然后他马上就问我 这是什么bug 然后他立刻去查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感觉他们的客服 特别的认真 至少说现在这个阶段 特别认真 这也就是说 TP-Link现在这段时间 我感觉是在往上走的 这个产品虽然有小问题 但是整体还是不错 说到客服 我再说一个 前两天研究 那个小米手机的电池问题 也问了一下 那个小米手机的客服 开始是一个普通客服 我跟他说了这个状况 因为手机电池 才买了新换的 才半年 就掉了两个格 一共四个格 现在就变成第二个格了 然后他让我找门店 门店说90天 质保 现在过了半年了 肯定就不能质保了 新换的电池 怎么半年就变成这样了呢 那他们就说是90天 然后最后呢 有一个评价嘛 问是否解决 我给回答了一个未解决 我以为这就完了 没想到第二天 小米的电话又追过来了 他问我问题没有解决 是哪个问题没有解决 然后我就把问题 重新说了一遍 他很客气气的 收录了我的问题 他说24小时内 再给我回电话 然后下午 果然就给我回电话了 我还抱有点期望 难道要给我换一块新电池吗 其实一块新电池 也就129块钱 也无所谓 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没想到回电话的 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回答 很抱歉 我们这个只能是90天 他还问我是什么问题 什么这个那个的 而且说的都是直言片语 然后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就说这个 还有没有别的事 有没有别的重大的信息 他说没有别的了 我说没有别的 那就挂了吧 这事我知道了 我现在我不想问了 他还是让我去门店去解决 因为门店也解决不了 门店解决的方法 那就是已经过期了 过了90天了 如果想换 咱们可以置换 再买新的小米手机 我是下一个手机 绝对不买小米了 以上就是分享一下 最近的一个感悟吧 关于客服的 关键是要记得拐弯 别钻牛角尖 和各位分享一下 好就到这里 咱们 感谢观看